Hello 我是Tida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這一本 凱迪克新出的小書 它叫Lowly Warm Wordbook 那這一本呢 它其實 在小比恩的官網上面點讀報已經出超久了 就不知道為什麼書那麼久才出來 那它這一本的話呢 它前面有出過Open the Barn Door 跟那個另外一本車車ABC的書嘛 那它這一本的話呢 它主要裡面就是 各種的單字 那以簡單的程度來講 然後我覺得Open the Barn Door 它是最簡單的 第一個是它是動物主題 然後再來就是它內容是比較簡單的 然後再來的話 就會是ABC的那個小書 它就是依照ABC的順序 然後就是有不同的車子這樣 那它這一本的話 我覺得它的難度就會排在第三 因為它裡面就是有各種不同的單字 那當然它的單字其實是很生活化 就是在生活中都會用到 譬如說像你每天一定會睡覺啊 家裡一定會有時鐘啊 然後你走出門會有樹 小朋友可能喜歡玩球 等等的 那因為小彼仁他們家就是 月後期出的書 其實它的音效做的是越細緻的 所以 你看像光是封面 就是除了這個會念標題之外 Come with me 你看點這一支重重 它就說Come with me這樣子 然後在單字的部分 除了說你點單字它會告訴你是什麼之外 它也都會有配音效 就大海有大海的音效 然後魚的話就有在水裡的音效 然後這個sail它就有那個帆布的聲音 然後是那個flake 都有不一樣 就是就算是風吹的聲音 你吹不同的聲 不同的東西它的聲音也都不太一樣嘛 然後你看它也會講話 I am the best sailor 好 然後再來 It's a sunny day 就這隻蟲蟲先生 它會依照就是你所在的場景不同 它就會有不一樣的對白 然後 你看它大樹下風吹的聲音 Leaf The leaf is falling down Ball Box 就連Box都有那個球丟進去的聲音 那當然如果你今天只是點字的話 單字就只有唸單字的聲音 Ball Box Sneaker Blanket 就它的 它的 它每一頁都只有幾個單字 可是這幾個單字是都非常實用 基本上你 應該我覺得 有六成以上都是你可以很輕易找得到 或是小朋友已經理解的 那也因為它的 單字書它可能 本來就是已經給大一點的小孩看了嘛 所以它其實在遊戲 設計的部分 我覺得它也會比較有難度一些些 Ball Welcome to the game world Are you ready? Let's go! Can you find a red car? Let's try it! Red car Can you find 3 spoons in this book? Give it a try! 它是不是超小的 說很 他的語速比較快一點點 有時候就是真的需要再聽一次 OK 好像這個問題就稍微有一點點難度 他說要去找就是 看那個電視 的那一隻蟲 就是這個 就是你除了要找到這一頁 你還要知道是點這個還是點這個 這個也是很簡單的 就是只是找葡萄 好 就是剛剛我聽到也有一個比較難的 是他說這本書裡面總共有四個這個餐巾 就是Napkin 然後就說就是要請你都找出來 然後我就很認真翻了一下 真的找了一下才找到四個在哪裡 那我覺得這種有一點點難度的 其實對小朋友來講 雖然他等於說可以玩的時間會更久 而且找到的時候他的成就感會更高 所以其實這一本書雖然那麼小 可是因為它是後葉子版書 所以你帶著是很方便 然後又可以認得很多的單子 還可以玩遊戲 我覺得真的是超級划算超值得的一本書 我先講成了甚麼 這本書F